鄺志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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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演講廳 參加我們《香港記憶》講座 今天的主題是《日據時期空間是初談》 今天的講座亦會同步進行網上直播及錄影 稍後會上載到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網上平台 供公眾觀看 我們很榮幸請到鄺志文博士為我們駐港 鄺志文博士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研究興趣為近代東亞史、軍事史 曾於多本中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 鄺志文博士的著作同樣非常豐富 包括有《孤獨前哨》 《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老兵不死》 《香港華籍英兵》 《1857-1997》 《重光之路》 《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等等 今天我們有幸請到鄺博士為我們講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團隊》 於2022年開始的日據時期空間史研究 1941-1945 團隊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分析日據時期香港的管治、經濟、軍事、公共衛生 以及民喻等問題 《重探日軍》佔領對香港的影響 《香港在戰爭期間的角色》 以及《香港人在戰爭期間的生活》 以下的時間,我們有請鄺博士 謝謝介紹 大家好,我是鄺市民 今天很大雨 大家都來 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我開車來的時候 我在外面也看到 哎呀糟了 很大雨,怎麼辦呢 所以 辛苦大家來了 我今天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我們會說 我們這一兩年做關於日據時期的空間史研究 其實是這樣的 故事就是在幾年前 我們就開始做關於香港歷史的一些互動地圖 用地理資訊系統 用一些地圖來講歷史 我們之前的項目就是講香港戰役 1941年香港戰役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約略都看過一下 或者知道可能在互聯網、社交媒體都會見過 甚至電視機都會見過 後來我們就有一個後續的計劃 我們這次是三年零八個月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很短的介紹 因為其實要講清楚一件事 就是那個研究計劃是一半都未完 其實還有一段相當的時間才會完 所以我們現在當作一個比較初步的報告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在做什麼 大家現在在這張圖上 其實是會見到的 就是一些… 你也猜到 我一定會選擇一些最英俊、最外出的圖出來 所以就是一張3D的一個地圖 一個當時的地圖 這張其實是比較具體的一張1939年的地圖 其實它有部份位置是更新的 有些部份位置還是1939年的狀態 所以其實就不太更新的 不過不要緊 另外那些點 其實就是那些關於日據時期的一些內容 我們稍後會介紹一下 你們會看到零零射射中間 有三個什麼來的呢 那些是航空相片 我們稍後也會花多少時間 說一說那些航空相片 我相信如果大家對香港歷史有興趣的話 又會使用這個社交媒體的話 可能這幾年都會見到比較多一些 就是網上會有人分享 關於香港的航空相片 會看看一些地貌 一些建築物的轉變 海岸線之類的 我們稍後會說一些 就是三年零八個月時期 其實有沒有這些資料呢 我們也會說 老實說 其實是很悶的 這次是一個 不會有很多 怎樣說 很情感的故事分享 就沒有的 這是一個很 怎樣說 英文很乾淨的 很枯燥的 一個學術的報告 其實我們會說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研究問題是什麼 我們會討論一下 經常說空間史研究計劃 什麼東西是空間史呢 我們會很簡單地介紹一下 但是我猜有一個部分 大家可能會最感興趣 其實就是用什麼資料 譬如你 為何你做軍事史的時候 你看檔案 到底那些是什麼檔案 可能我們會花多少時間 去講這些內容 然後就會有一些 我們到目前為止 做到現在有的一些觀察 關於日據香港的一些觀察 譬如日軍對香港的戰略和政策 如何反映在城市空間的使用 這裡可能我們會著墨一點 另外就是 實際上佔領的時候 如何控制城市空間 其實香港是一個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就是香港是一個 城市空間 依然是一個 很多樣化的地方 有些市區 有些郊區 有些偏遠的 有離島等等 它沒有理由 只有一套方法去管 我們可能就是用空間市 攤出來看 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它不同地方 其實到底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另外就是 還有一樣很重要 就是我們經常說 就是漢奸合作者 你喜歡叫漢奸也可以 合作者也可以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是到底他們的功能角色 在空間市裡 又如何體現到呢 還是只有來來去去 就是華民協議會 那幾個人 是否只有那幾個人 實際上是怎樣 可能我們會多說一些 之後當然 日軍佔領香港的 大的歷史背景 當然是 八年抗節 和太平洋戰爭 是正在打仗 所以日軍如何 嘗試利用香港的 軍事設施也好 嘗試利用香港的 一些民用的設施也有 他們的分佈又是如何 那有沒有什麼 我們以前文字 聚術上 是比較難看到的 所以我們這裡也會多說一些 另外當然就是經濟政策 這個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通常說三年零八個月的時候 其實比較少討論經濟 有一個大的經濟問題 當然有兩個 第一就是軍票 第二就是配給制度 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還有其他東西 我們可以看看 空間市的角度 會不會看到還有什麼 另外就是這個 地下抵抗和盟軍空襲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們這裡附近 也有這個空襲發生過 就是灣仔區 基本上還有地下抵抗 還有盟軍空襲香港 這些內容 你也很自然會猜到 其實我們會討論什麼 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看法 儘管叫它做結論 其實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對我們 對我自己而言 就是由於關於香港 日據時期的內容 其實相當充足 圖書館系統 極多三年或八個月的書 他們都已經很詳細地討論了 有很多內容 可能是當時的報紙 當時的人的訪問 或者檔案資料 其實都有 也不單止是香港 其實是國內也好 東南亞也好 很多主要城市 被日軍佔領的經歷 其實都討論了 但是很多討論 其實都是 集中在說 那些日軍有多殘暴 當然第一 第二就是經濟掠奪 搶了什麼 諸如此類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城市 在日本控制下 如何被日本利用 來支援那場仗呢 這個問題相對沒有說得很清楚 尤其是從空間的角度入手 先要戴一個頭盔 就是我們待會看到的 絕大部分的照片 都是平面圖 沒有什麼照片看的 今次 平時抗志文的講座 有很多照片看的 今次都是照片 但不是那些照片 今次是一些圖 如果大家本身對香港地圖 有相當的認識 那會比較容易 但如果你說 不是的 我很少看地圖 不要緊的 你儘管試試看 可能也會有些理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 所謂的空間使 那工具是什麼呢 工具有一個叫GIS 即是地理信息系統 或者地理資訊系統 其實沒什麼所謂 簡單地說 你們每一個朋友的電話 都有的 就是Google Map那種 當然我不是用Google Map 我用另一種軟件 但如果一位朋友 想嘗試用地理資訊系統 去做一些研究 其實你用Google Map 也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不是說不行的 我們就想看日軍佔領香港的時候 3008個月 每一個方面 即是我們找到資料的各個方面 尤其是想說 他如何降低佔領成本的問題 到底他如何可以用最少的資源 去控制最大的面積和人口 這是我們研究的核心問題 當然我們也會有一個初步的想法 就是為什麼不成功 為什麼好像不太有效 其實就有幾個原因 我們最主要的原因發現 就是日本海陸軍和佔領當局 是非常之不合作的 他們各自之間是非常之不合作的 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其實就是 各個盟軍的軍事行動和地下抵抗 亦都令到日軍不太能夠有效地 利用香港作為一個佔領地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中心問題就是一句 紅色的這句 如何以最低成本控制這個佔領地 以及如何利用資源 只是這麼簡單 其實有很多以前的人研究 他不是做香港 做不同地方 可能是華北也好 可能是南京也好 哪裏都好 有幾位學者都相對做過 就是關於那些漢奸 就是合作者政權 他們怎樣跟日軍合作 譬如Tim Brook 有個S的 對不起 David Sylvester 姜子豪 我們有些人是做這些研究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說 就是合作者和當地日本人 商人或者日軍之間的互動 但是香港很有趣 香港有一點點不同 第一,香港沒有那些所謂傀儡軍隊 他沒有什麼地方 政治精英 除了華民協議會 但是他們沒有實權 他沒有一個傀儡政府 也沒有 那些藝藍經政府 他沒有那些東西 而他是由英國那裏接收這個地方 簡單來說就是他搶回來的 而這是一個不能夠自給自足的香港 在很多情況下 而日軍 最有趣就是他希望在戰後長期佔領 永遠都是他的 他當是領土的代表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特點 佔領當局其實很簡單 其實由頭到尾只有兩個機構佔領 即日軍佔領香港 只有兩個機構 一開始 頭那一兩個月就叫軍政廳 後來三年零六個月 儘管這樣說 就是佔領地總督部 只有這兩個最高機構 只是改變過一次 不過佔領地總督部 是換過上司的 就是四四年十二月 其實是直屬大本營 直屬東京那邊 然後佔領地總督部 過了四五年一月 即十二月之後 四四年十二月之後 其實是第二三軍席 即是被人貶低了一格 這個其實在我們後面的討論 會有些關係 但是你儘管先聽著 對,聽著先 那空間市 英文我們叫做 宇宙歷史 其實有很多名字 可以叫它 Historical GIS 也可以 你叫它 宇宙歷史 也可以 其實有很多名字 因為它不是一個非常 怎樣說 它不是一個很實的東西 因為暫時還在發展 很多人會做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都是看一個空間裡的人 物件的流動 看一些事件 諸如此類 不過我們會比較集中討論 那個空間 它不只是一個背景那麼簡單 可能它是一個主角 例如舉個例 你寫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 我們不只是寫文 不只是交書 可能是有些東西看 你可以觀察 你可以視像化一些資料 而且在移動也好 在事件也好 怎樣令到那個空間有些意義 這些都是我們空間史 會看的一些東西 剛才所說的 它不是一個很實的科 我去讀空間史 不能這樣 就是我會用空間史 作為一個方法 去處理一些問題 只是這樣做 有一點點像是一個史學的方法 這次我們處理的東西 很簡單 就是一個軍事史 又有一點社會經濟史的一個題目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用空間史 作為一個研究方法 去處理日本 佔領香港 各個不同範疇的事情 其實就是很簡單 還有一件事 其實就是 你會說 喂 可能在座有些朋友 可能是工程 測量背景 你可能很自然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用GIS 我在地理資訊系統上 點一點 那一點很可能 或者是一個 一個polygon 一個 一個 一個polygon 忘記中文 對 舉形 那個時候 那個面 一些點 一些線 這些東西其實是一些實定 還是現實上 存在 在物理上存在的東西 但現在這些歷史人 你走來搞空間史 你點一些東西 是一些事件 可能是一些概念上的 可能是一些 口述歷史 諸如此類 那 即是怎樣 這些叫做 Qualitative Data 質性資料 即不是一些 現兜兜可以量度的東西 那就很乖 我們歷史學家就覺得 可以的 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即使是 怎麼說 就這樣放在這裡 對不起 即使這樣放在這裡 其實最重要的是 令到你 一直在分析那件事 或者那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知道 附近的空間是怎樣 那個事情 或者那個 那個 trend 那個存在的空間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空間 所以我對於我們分析 整個事情 是有幫助的 簡單來說 那 什麼是地理資訊系統 其實就是 Historical GIS GIS 大家很清楚 Google map 那些就是GIS 我們只不過在前面加個H 不是什麼偉大發明 只不過是我們用在歷史科的研究上 你當它是一個地圖 當然是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它是一個 每一條資料有空間數據的資料庫 它是一個Data Base 那 即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好例子 這個是小弟去渡蜜月的地圖 我不是只有整個動蜜月在巴黎 我去很多地方 這個是巴黎的意思 這個其實是做什麼 就是這個數據庫 就是拿來讓你知道你的資料 而那些資料的主角是個空間 是個位置 所以 那些資料都在那裡 但是主角在那裡 當然 為什麼要這樣 我要找那個地方 我找了那個地方 我放在那裡 但是你想像一下 你這裡看到有不同顏色 有餐廳 有我太太買東西的地方 有吃東西的地方 有兩支槍 這些是什麼 這些其實是我買玩具的地方 跟軍事沒有關係 那些是玩具店 和明信片店 其實 其實就是一層一層不同類型的資料 你將它對比 全部搭上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到一些新的分析呢 其實基本上 空間市就是這麼簡單 在說一樣的東西 就是你將不同種類的歷史資料 譬如經濟數據 譬如社會數據 譬如一些設施的位置 你排在同一個地理資訊系統那裡 分析 然後你再看看 會看到一些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 不是一些 不是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它不只是計量 所以它可以處理 剛才我說的 就是一些質成數據 可能我們處理 口述歷史 我們放在那個空間裡 怎樣理解 那個口述歷史 描寫的那個空間背景 其實可能都有幫助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稍後再說 有些例子 當然這個方法 不是處理所有歷史問題 都適用的 這個很簡單 這些我不說太多了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空間是主角 還有其實 通常做的 Historical GIS 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要很多不同科學的人一起做 可能要電腦的人幫忙 可能我們 而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得出來的東西 是用眼 不是讀的 很多時候是一些地圖 一些互動的地圖 我們稍後會展示一些出來 還有它們都是數碼 今時今日 都會比較容易 你說這個方法有什麼限制 有 最大的限制就是這個 我們的資料 你可以想像 三年零八個月的資料 是否齊全 首先當然沒有什麼政府檔案 有的 主要關於土地登記 是的 但是你說它日常運作 總督部有沒有日常運作的檔案 剩下的檔案 我見過少少 但是由陸軍省那邊收回來 即你在陸軍省那邊 會看到它寄過去的那些 但是它自己運作裡面 那些有多少呢 老實說真的不多 就算你去到觀塘 都不看得多 日本更加少 資料不齊 準不準確 很難說 即是你可以有 可以互相比對的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不一定有的 是的 那些視像化 譬如你把那個東西 放在地圖上 那會不會歪曲了一件事 其實有機會的 是的 有機會的 所以其實我們做這個 其實有很多怎麼說 但有很多頭盔 那當然 其實老實說 你做任何研究 你有你的解釋的時候 都會要戴一些頭盔 那不是一個 因為它會給你一種假象 其實就是 你放在地圖上 很科學 很準確 我們先不要這樣想 是的 我們先不要這樣想 這件事我想是 我們討論任何空間史的研究 先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你不要假設 我在做歷史測量 不是 我在做空間史 就是這麼簡單 成本效益就是另一件事 我們說完了悶的部分 放心 之前有很多 學理方面的事情 要解決 那我已經解決了 我們就真的說 我們用了什麼資料 其實很有趣 三年零八個月 你說它有很多資料 也可以 你說它有很少資料 也可以 那就視乎什麼 就視乎你想看什麼問題 首先 它有些很重要的資料 在觀塘那裡有些很重要的資料 有一件事叫做敵產台像 就是什麼呢 當日軍佔領香港的時候 它登記的那些 它沒收回來的一些物業 日軍沒收 譬如香港政府的物業 譬如他們叫敵性國民的物業 即是什麼呢 即是國民政府的人 可能是英籍 可能是加拿大籍的人的物業 或者是荷蘭籍的人的物業 那它搶了 搶了那怎麼辦 搶了它登記 一行一行 那這些東西其實很有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說得很清楚 地址 地址 Lot number owner 即是誰擁有 譬如英政廳 即是當時港府 國籍 國別 種類 登記 還有這個 就是佔領當時管理狀況 就是哪個佔領當局的哪個部門 拿著 這個是總督部財務部商工貨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看什麼名字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些是街市 文字部工商貨的市場 這些是香港當時的街市 其實你反過來想 就是這個名字是什麼 這個名字就是 1941年12月全香港的街市名字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它搶了 然後交給總督部管理 然後就是每一棟街市的內容 這個我自己覺得最有趣的是什麼 它描述它每一棟街市是什麼 譬如舉個例子 這是什麼 鋼筋運營土造四層 那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中環街市 是的 中環街市 然後還有最有趣的是什麼 它幫助股價 我想知道 當時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 到底中環街市值多少錢 中環街市值多少錢 是的 Yen 軍票 但是那個是地多少錢來的 By the way 這個是地多少錢 旁邊就有說那棟東西值多少錢 地多少錢 那棟東西值多少錢 我是衰小的 我沒有把另一半弄出來 因為我不夠位 那它幾百萬幾百萬 很有趣 你看到當時的地價 不同地區的地價 有些地段不值錢 其實你看青山道 青山道這個什麼 先看看 青山道昌華街 你當是深水埗長山環那頭 七千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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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軍票七千二元 上面是二百幾萬 原來當時跟現在差不多 都是地區 地區 位置好的物業 都是值錢很多的 那這種史料 其實幫助我們很多 去把這些日軍佔領了的物業 去我們的地理諮詢系統 這是我們最原初的Data Base 第一層資料來源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層資料來源 也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 它是日本人自己推出的 這個 它就說 四二年十一月到四三年四月的 一個調查 一個華林相公人名錄 那好吧 你必須想想 漢奸名單 yes and no 它裡面有些華人 但是與此同時 它大部份其實是日本人 大部份是日本人 那又是甚麼呢 就是在廣東和香港 或者澳門那裏做生意的 經營的一些日本商行 和他們的人員的一些名單 它很過癮 地址也都說出來 住邊也說 電話也說 好話不好聽這本 就是按途索基 你想想一下就是把這些東西 這些是甚麼呢 電話簿的物體 其實是 另外就是 真的是電話簿 對 這個是最開心的 就是 很多人都見過 其實這本 很多人都見過 《日本人關係的電話簿》 很多人都看過 就是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 的一本電話簿 裡面有些都頗 順眼看下的內容 我舉個例子就是 海軍下士官兵衛安所 原來它就這樣裂出來 地址、電話 全部齊 原來它說得這麼清楚 《月基南海莊》和《桃園》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米國紀錄街》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當時這本是 當然是被日本人用的 這本是四四年再有推出的 當時的人 其實是真實用的 用來是電話簿 地址 你說那些軍事機密 有沒有寫出來 當然沒有 你看旁邊那裡 沒有地址 旁邊的海軍基地 裡面的內容 只有電話 但有些人覺得 不是很機密的東西 他就有地址 而且有些人要去 人要去那裡 所以他有地址 我們把那本東西的內容 全部寫到GIS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資料 就是戰後的戰犯審判 大家都知道 1945年8月30日 日軍終於完結了在香港的統治之後 其實當時的英國軍政府和整個盟軍當局 都在亞洲大範圍地審判 在各地有戰爭罪行的日本軍民 在這個審判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有很詳細的審判紀錄 在審判紀錄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問清楚一些問題 就是什麼問題呢 問他住在哪裡 問一些捷徑也好 問一些警察也好 問一些警察也好 被告也好 證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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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問一些證人住在哪裡 或者受害者住在哪裡 這裡很有趣 譬如這位Maria Omos Lee 她是其中一個遇害的 一個英軍奉暴團人員的太太 她問她住在哪裡 她說她現在住在梭亞島 梭亞島在荷敏田 在旺角那裡 她住在那裡 然後她擔心 然後她擔心 然後就這樣 6號勝利島 她之前日軍在那裡 她住在勝利島 即是附近 其實是隔壁 隔壁 她就說她是誰 有很多這樣的資訊 很多這樣的資訊 我們就把它慢慢刺進去 然後就是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就是一些航空照 因為其實在3008個月的時候 美軍是有拍攝香港的 是的 美軍是有拍攝香港的 你也知道 因為她要進行空襲 她一定要看有什麼目標 校正有什麼目標 炸完要調查 她炸完之後 要看看到底炸了什麼 炸漏了什麼 後續要怎麼做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航空照 有些會比較漂亮 有些質素會不太好 那這張 其中一張是比較大的 是的 比較大的 其實這張老實說 是一般的 不過 也夠用的 這個是四五年左右 你會看到灣仔 有部份地區的屋子沒有頂 你看這裡 你也猜到為什麼 它是炸了 是的 有些真的炸了 這一張 就比較不是太大 但是 有時候 有些真的可以放得很清楚 這個同一個地區 這個1945年2月拍攝的一張 航空照 我們有香港很多不同的地區 我們今天當然不會全都展示出來 否則更厲害 但是 我們會相當程度去依賴這些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如果大家深水清 看這些街道名字 和號碼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有經驗的朋友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是 一邊改名字 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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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沒錯 最重要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把一點點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號碼沒有了 有不少是沒有了 那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要找回一些舊的街道圖 可能要上去五、六十年代的那些 然後再看看 到底它的號碼是哪一間 因為它有時候是整個 一坨拆掉 變成一幢大廈 今天變成一幢大廈 它以前是一個房子 一間一間 所以 所以要慢慢地撈出來 所以這些航空相片很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四十年代 日軍佔領香港的時候 到底那條街有多少個號碼 有多少個房子 就在這裡慢慢數 有時候就要在這裡慢慢看 就對回五、六十年代的街道圖 就知道這個號碼 這個號碼 這個號碼 這些照片當然 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 就是空襲的效果 空襲的效果 我們先賣個關子 這個就是 你會看到 這是什麼 這個 其實你看到背後 這樣嗎? 我們靠近一點看 背後這隻角 其實這就是 我們把一張航空相 放在地理資訊系統上 好像蓋屁一樣 蓋上去 所以 這個是我今天的高潮位 最重要是這張 其實之後沒有東西看 所以你會看到 很有趣 其實就是 某程度上 相當程度上 就算是 整理當時大概的空間 當然 你要留意幾件很重要的事 我相信 眼尖的朋友 一眼已經看到 有點不妥了 波哥 你看到什麼不妥了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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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了魔力神山 魔力神山 平了 看到嗎? 其實是在這裡 其實是在這裡 當時還沒拆 魔力神山還在這裡 魔力神山 當時應該大概有四十米高 那為什麼這裡平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張圖 下面的DTM Digital Terrain Model 就是那個3D 三圍的模型 其實是現在的模型 所以我們拿了一張 舊的照片 蓋在現在的模型上 所以不是完美的 絕對不要這樣想 是的 所以我經常都強調 就是 我們不是在做測量 我們是用現在有的方法 盡量嘗試 重組當時的空間 幫我們分析的一個工具 就是我們不是聲稱 我們是在做一個 完全的1945年的 三圍的香港 我想要一點時間 我猜終有一天可以的 但是現在還沒得 簡單來說 不過這樣 你會看到就是 有相當部分的地貌 是沒有大變更的 是的 老實說 在這張照片裡 其實最大的不同 就是沒有了魔力神山 其實其他山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有些位置推入了 對,有些位置推入了 半山那裡 有些屋的位置 被拆掉了 變成大廈 然後變成地基 所以它變高了 這個在中上環那裡 會比較多 所以我也偷雞 暫時沒有展示出來 但你看到跑馬地 我們現在的位置 都相對比較 沒有什麼變 如果你把它壓平 然後蓋上照片 其實沒有什麼變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 你現在這樣眼看 有點像什麼 就是你在飛機上 這樣看下去 基本上就是這樣 當然可以放大 縮小 諸如此類 我們的資料庫 真的 怎樣把我們剛才說的資料 其實很簡單 你看了很多資料 它有一條一條的資料 怎樣把它們變成 GIS裡面的一點呢 那些點是怎樣分類的呢 我們分了幾個大行 其實首先是管治方面 管治方面有他們不同類型的東西 例如可能是行政 日本人很流行承諾一些協會 其實很多協會 做電影的人也有協會 文化人也有協會 報業也有協會 他特意做很多協會 這些統治協會 是用來控制各行各業的 所以那些協會其實很重要 在他的管治來說 還有一些市政的工作 例如他剛才說的 就是那些街市 其實是總督部文字部的商工貨負責 我們就知道 他在每一個部門 在控制著什麼 然後他地理上 是怎樣分佈的 他有沒有運作呢 我們可以再查 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 例如公共衛生 其實一直都知道 日本人在香港 有相當的公共衛生的工作 例如舉個例就是什麼 修夜香 香九分業協會 是否協會 總會 總之是香九分業公司 香九分業公司 另外有什麼呢 就是打防疫針 霍亂針 諸如此類 很多這樣的工作 康樂其實只有很少 其實只有很少 運輸等等 其實也不多 Utilities 是說什麼 就是電廠 電廠、變電站等 地方行政就很有趣 他們不是經常說分區 區域所 區所、區域所 那些 這個其實 真的原來可以 有個表 原來他四、二、四、三年 是出了一個名單 哪一區 控制哪一條街 我們就把整個模式 擺出來 我們暫時就先買個關子 但是我只可以說 這個時候我只可以說 就是我看一看 表就發現 跟我們之前的理解 是有幾大的出入 其實 經濟上 都是那些 不同的行業 這個就不用多說 但是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很多 非常多的 餐飲 娛樂、酒店 為什麼呢 我待會解釋一下 然後你會看到 什麼抗業都有 有啊 真的有啊 待會說 軍事方面 軍事方面 相對比較有趣的 就是 如果對上航空相看 就特別有趣了 你會知道 原來 九龍公園 到底是誰控制的呢 這些也是 比較清楚可以做到 還有這些 就是平時經常說的一些 就是 戰敷、拘留營 那你會說 那你就這樣 把拘留營放進去 某程度上是 但是 原來還有很多附近的設施 譬如 日本人的宿舍 印度人的宿舍 中拱 是香港的特工 那你說 中拱、香港的特工 為什麼你會放進去呢 因為其實 有一個相當詳細 1943年的審判和調查紀錄 在香港的獻兵部組 那整個紀錄 有兩三百頁 很過癮的 那本就是 他捉了一大堆 國民 中統的 在香港的情報人員 每一個人就有一個標準 一個一個 最開心 就是對於我來說 他有地址 拘捕他的時候 他住在哪裡 那你就知道 他那個情報人員 是香港的分寶 那這個就很… 那當然你說 沒有捉到那些 你就不知道 是啊 是啊 那也沒辦法 我們只能夠用 我們有的資料來做 所以是有一定的 在裡面 空襲 每一次空襲 我們都把它放回去 那我們就知道 空襲的分佈 那還有 那你說 為什麼有宗教機構 這麼有趣呢 因為其實 在日據香港的時候 有不少宗教的機構 還在運作 而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做什麼呢 就是救濟 其實是有多少 救濟的工作進行 有很多其實 今次今日可能 沒有人提 沒有人知道 譬如 救世君在九龍 其實有一個孤兒院 很小很小 但其實它存在 它一直都在運作 所以 這些內容 其實就是不想 在一個大的內容裡面 因為那件事太小 所以脫掉了 所以空襲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 我全部都放出來 全部都放出來 才再分析 那住所是什麼呢 其實住所很有趣 日本人在香港住在哪裡 我們現在猜一下 我們待會看到 我們現在猜一下 他住在哪裡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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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 一大 大佛口 有一些 但是 或者這樣說 你是佔領一個香港的時候 四一年佔領 你想住在哪裡 跑馬地 跑馬地 跑馬地又有一堆 沒有人趕著半山 大家都很… 大家都很… 大家都很羨羊 大家都很羨羊 我把你比起我頂 當然是 HSBC 在半山的宿舍 為什麼會不是 但大家都很羨羊 最多都是選到 跑馬地 待會看看那個圖案 很有趣 還有一些… 還有一件事 其實各方都在香港樹立了紀念這場仗 其實 日軍有 戰後當然有 今天也有 有很多這些 我們都把他們都篤出來 好了 到今天為止 我們有多少點呢 大約 大約2900點 接近3000 2960點 我記得 會不會繼續加下去 也會的 對 還有 有一件事 你會看到後面 其實我們做的 這是一個歷史地圖層 你會看到 是一個1939年 一比二萬六軍部 英國六軍部的香港地圖 它在市區有很多位置 是不準確的 因為未發展 而未更新 下次更新 已經是50年代初 這套地圖 下次更新 已經是50年代初 所以我可以有的 最更新的版本 最接近的版本 就是這個39年 對 就是39年這個版本 它寫就寫45 但45的轉變 只是格子的號碼 轉了 其他東西沒有變 我們另外還有一張 49年 50年左右的美軍 一比八萬的圖 就是整個廣東省南面的海岸線 包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 當時日軍 在日軍眼中 23軍眼中 其實香港就是香港 但是華南也有日軍 另外還有 汪毅政權的合作者的軍隊 也有在 另外就是各方的遊擊隊 一些非正規部隊 都在活動 所以在這個項目 你會看到 例如大鵬半島 你會看到 有些點 那些都是東光中隊 他們活動的範圍 其實是一些標示 所以 這個項目 不會只限制在 我們今天 香港的範圍 所以澳門也有幾個 澳門也有幾個 中間有一個叫 垃圾尾島 其實日本海軍拿來做機場 所以那裡有一堆東西 所以 比較 範圍會比我們 上一個項目 會大一點 那麼 你會看到 每一點到底有什麼 這個就是 典型有一點 裡面的內容 我拿了哪一點出來 我拿了一個 1944年12月20日出來 那是什麼來的 其實是一次 盟軍空襲的一次紀錄 那有些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四架 14艘航空隊的 P-51型戰鬥機 攻擊在維多利亞港的船上 雙方都沒有傷亡 就是這樣 四天後 大家在異熟能場 有一個事情 可能不知道 陳連伯的船 就在昂船周 給同一個航空隊 可能不是同一架機 可能是其中一架飛機 就擊沉了 所以這次沒事 四天後有事 那次就死不少人 那次就 然後有些資料來源 雙方的資料來源 有美軍的 然後有日軍的資料來源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將它分類 這樣 真是說 有些 我們到今天 的一些 怎樣說 即是我們到現在 到現在 做了九個月 那我們有什麼看法呢 這些很初步的見解 其實老實說 我今天來到這裡 其實就有點高估了 我的進度 在我答應 Joseph 來的時候 我本來打算來到 應該都差不多出發了 那便發現 原來不行 只有這麼多 我有多少 都拿了多少 所以大家見諒 如果你們有問題 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點像 就是拋磚引玉 我把我現在知道的事 告訴你們 你們現在 把你們知道的事 告訴我 看看我們怎麼 加入 我們怎麼放進去 說一點 就是 真的日軍 來到香港 佔領香港 它要些什麼 這樣 這就是 剛才的圖片 由於我不會在這裡 開設那個系統 所以我暫時 都是用一些 定格的鏡頭 到時候就可以動 我暫時就 不要放出來 你靠近一點看 其實都知道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 就是市區 當時在1941年 12月 即是香港淪陷的時候 其實市區 只有很少 講到北岸 由堅尼地城 大概一直到 去到稍基灣 去到愛迪醉灣 也算是市區的 那裡 一點點 然後就是九龍 九龍 一路由啟德那邊 一路整條海岸線 直到去到 大角咀 甚至深水埗 長沙灣 那裡 沒有了 中間就不是了 然後 荃灣那裡 有一點工廠 然後有一條大路 一直到 新界 中間其實是沒有什麼 是有村落 很多村落 村落 但是就不會有 一些很大規模的市區 然後新界有幾個區 元朗 大埔 粉嶺 那些比較大的區市 中間有一條鐵路 一路由中國 一路由國內 一路一路 一路去到香港 去到九龍 一條鐵路 那 主要的設施 大家一定 意熟能長 知道的了 那問題是 來到這裡 那日軍來到這裡 要什麼呢 其實只有這麼多 其實不是太多 它需要太多 首先 機場 機場是最沒用的 因為啟德很小 英軍起啟德的時候 王家空軍自己也嚴世 所以你看到沒有什麼飛機 放在那裡 日軍來到接手之後 他們也做了一個報告 他們也嚴世 所以其實他們在這一區域 最依賴的機場 依然是天河和白雲 都是兩個在廣州的機場 沒有了 他們不管了 即香港是有飛機的 有戰鬥機的 但是不多 真的不多 有一個機場 那它有做一些擴闊工程 所以如果我們將來出了一個計劃 其實你可以看到那些航空相 很有趣的 就是你看到它慢慢如何擴充 即我們也第一次有航空相 看到進行中的 日軍啟德擴建工程 進行中的 另外就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船奧 對於日軍來說 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造船設施 這是不容置疑的 有幾個主要的設施 首先是皇家海軍船奧 即是金鐘 接著就是太古 太古 即是今天的太古城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造船廠 另外就是黃埔 也是一個很大的造船廠 有多大呢 其實可以應付到萬多噸的船 即是什麼呢 即是日軍最大的郵輪都可以接受到 都差不多做到的 不是造船 只是修理而已 但香港本身有相當的造船能力 其實黃埔和太古 在輪陷之前都在幫英國做一些貨輪 日軍都嘗試完成了幾隻貨輪 另外就是大角咀也有 另外就是土瓜灣一帶 其實當時香港有不少輕重工業 在這些地方 還有深水埗也有一些輕工業 這些工業其實全部日軍都嘗試用 我們稍後講得比較詳細 先講一個大的政策 其實它有些政策 它真的有些政策 在佔領香港之前 其實日本海陸軍各自各有盤算 在進攻香港期間 兩邊終於都半推半就坐在那裡談 佔領了之後怎麼搞呢 其實整了一個協定 關於香港九龍政務的海陸軍協定 它是進攻香港期間簽的 海陸軍代表自己簽的 23軍和第二顯之艦隊自己簽的 兩個在前線部隊的代表自己簽出來 分割使用 就是你管什麼 譬如你管船廠 你管哪一邊的東西 聽起來很合理 但到真的實行的時候 兩邊都不太聽 所以結果如何呢 就是又出了一個指導計劃 其實陸軍自己又出了一個指導計劃 在剛剛佔領香港的時候 它就說清楚香港用來做什麼 第一,它說它是一個 首先在戰爭結束之前 這是一個軍事基地 用來打仗的 是的 它不是一件佔領之後 就立即變成民政的地方 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 香港的佔領地總督部 其實它自己介紹自己 有幾個時候說得很清楚 它這個是一個軍政 是的,它這個是一個軍政 即使它不是再叫軍政廳 它也是一個軍政 它是一個軍事佔領裡面的行政 英文你當作是民主管理 所以它跟文治政府有一點點不同 是的,有一點點不同 還有什麼呢 就是為了消滅國民政府的一個基地 以及一個南方的政治經濟基地 才算 到了後來 就是東京自己 都再談一談 到底香港用來做什麼 基本上跟二十三軍的理解 沒有太大的出入 但是多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什麼呢 日本已經講得明白了 東京講得很清楚 在日軍佔領香港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養不起你 你自己搞定它 那就叫了日本的佔領當局 自己自給自足 但我剛才說過一件事 香港是一個不能夠自給自足的香港 它糧食當時最大的輸入就是 要靠東南亞的米 以及內地的米 現在跟它說 我東京不會幫你安排 你自己想好它 所以其實對於總督部來說 其實是挺困難的 所以也解釋了 為什麼馬上會有兩個政策 就是食米的配給 接下來就確而充之 去到柴、火柴、油、鹽都有配給 唐也有配給 但最重要是米的配給 另外就是什麼呢 趕些人走 即是所謂的歸鄉政策 這只是所謂的 因為相當數量的人 其實是本地人 他就說你無業油民 他就趕你走 他就強行說你有個鄉下 最初是引人走 他還給了路費 但逐漸逐漸趕人走 甚至乎到了四四年左右 開始出現 就是送那些人去荒島 所以就有荒島的事 所以這是他認為他不夠吃 他強行趕人走的情況 又是那些 政治、貿略基地等 手段很簡單 就是我要有一個最低成本 但最有效益的軍事佔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向都知道一件事 日軍在香港的軍事力量 佔領了之後 其實軍事力量很小 他沒有很多主軍 日軍是香港最高峰的主軍 不算38師團離開之後 最高峰的主軍是四、五年 當時應該有三個步兵大隊 一個炮兵大隊 再加上三個預備步兵大隊 沒有了 即是六個步兵營 但後面那三個質素非常差 即是原來1941年12月的英軍 在香港的主軍還要少 是比較少的 所以他如何控制這麼大的 尤其是軍事佔領的狀態 他如何控制呢 這就是我們比較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先說第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空間控制 和精英草根合作的問題 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經常都說 那幾個大的合作者 羅玉和 譬如陳廉伯 那幾個合作者 大家耳熟能詳他們的情況 我們知道 但是 他們不是 怎樣說 他們那時候沒有IG 他們不是KOL 他們不會出帖子 可以震得住幾十萬人 他們沒有辦法 你控制了那幾個精英 不代比你控制了整個香港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要利用香港的一些工業資源 去進行他的戰爭 幫助他進行那場戰爭 也不是說沒有了會死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更加好 有一件事很重要 工人 他說要趕走靜餘的人口 靜餘的人口 不包括技術工人 他不會讓技術工人離開 那些工廠裡 對他們生產有幫助的人 怎樣留在這裏呢 怎樣留在這裏呢 其實 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行政上 就是登記系統 首先是區政所 和地區事務所 他有一堆要他們登記的東西 跟著他們還有什麼呢 就是他有一個保甲制 有輪組 就是每條街區 會有些代表 其實就是幫你監視人口 但這些東西 其實也不是最重要的 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是下層的合作者 就是什麼 就是 最重要的下層合作者 我覺得應該是迷傷 當然 你說他們也很慘 他們被迫 先不要理會他們的動機 但是那些迷傷的實際功能 其實就是什麼 因為在香港當時日軍佔領下 你去了地區事務所 登記之後 其實他會給你一張配給證 那張配給證是你去指定米商買米 不是說你拿著配給證 你去哪裡都可以買 他綁死你在那間店裡買 就是說每一間米商 是照顧特定數量的人口 好了 這樣來了 那些行政機關的位置 還有27區 這些就是地區事務所 這些地區事務所的位置 你會立即有一個反應的 你會一看便 哦 起碼我第一件事是 新界沒什麼 新界沒什麼 還有第二區那裡生產食米 你綁不住它 你綁不住它 他那裡… 好話沒聽到那裡 相當程度自給自足 尤其是元朗錦田那一類 你綁不住它 好了 其實就是說什麼 很多這些日本在香港的軍政 行政方面的手段 其實是用來控制市區人口 特別是工業人口 是用來控制工業區 那就當然了 地區事務所旁邊一定有 什麼呢? 憲兵部 他不是叫警察的 他什麼時候都叫警察呢 其實他1945年2月之後才叫警察 沒有了警察這件事 那真的有憲查 而憲查是屬於憲兵部 是叫香港憲兵部 香港憲兵部屬下有香港九龍和新界三個區 然後各自有一大堆叫做… 叫什麼… 派遣隊 每一區有一個小的派遣隊 而這些派遣隊很多時候就會黏住區證所 譬如舉個例子 灣仔有一個區證所 我忘記叫什麼區 東區 東區 區證所 然後會有什麼 憲兵部的灣仔的派遣隊 他這樣控制 好了 行政上有 警力上有 然後有什麼 米箱 那些米箱的… 他很有趣 其實是有在報紙上 每一間米箱的地址和名字 都說了出來 他要公佈一次 那正常 不然你怎麼知道在哪裡買米 他怎樣也要告訴你一次 那 也挺衰的 因為其實他出了幾天 那個告示 那個告示好像出了一天 就是看著看到看到 看不到我爸 那樣 這個就是米箱的位置 那你會看到 米箱的位置 其實是什麼區 就是華人聚居的地方 是不是 一定是華人聚居的地方 也有不少其實就是… 和… 怎麼說 有些工業區就會有多一點 對 有些工業區就會有多一點 譬如深水埗那邊 油尖網那邊 大角咀後邊這個位 因為這些是工廠 譬如紅磡 在船澳前面那幾條街 住了很多工人 各個地方 譬如九龍城 譬如九龍城 去到西區 本身都是很多華人居住的 OK 但很有趣 那裡人口不停減 其實我們看到 然後就是灣仔這條 對,灣仔這條 跑馬地不多 所以剛才你們說得對 日本人都住在跑馬地 有米箱的地方 就不是日本人居住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居住在嶺那邊 日本人是自己居住 他不用指定米箱 他不用輪米 他不用的 他的機構是給他的 他們也要配給他 但他們的機構給他 他們也有多些渠道去買 這些就是日本人 我們找到的日本人居住的地址 這些是什麼呢 軍政官員 有官員的宿舍 譬如半山這些 其實是總督部的官員宿舍 不只是總督本人 因為下面的人都要住 這些宿舍 有這些部分的宿舍 就是拿了以前英國 在香港的商行 那些高級職員宿舍 他就直接拿出來住 他就直接拿出來住 然後 中半山也有一些 然後最多 最聚居的地方 是跑馬地 第一是跑馬地 這些是跟海軍相關的 平民 跟海軍相關的日本平民 有些是台灣人 不知如此類 另外兩個聚居地 就是尖沙咀到佐敦一帶 尖沙咀到佐敦一帶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尖沙咀附近 都是日軍的 日本陸軍的基地 我們稍後會詳細說 那些是什麼基地 這些基地 其實除了有軍人之外 就有很多平民去服務這些軍人 對 有很多平民去服務這些軍人 另一個聚居的地方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九龍塘一帶 對 就是九龍塘一帶 這個地方 他們上面都有的 其實他們霸了屋 整條太子道 一路兩邊住住住住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看過那些歷史上 或者大家可能有相當的人生月曆的話 你就知道以前太子道兩邊是什麼 那些大屋 那些大屋 很漂亮啊 那些大屋 就是那些屋 那他怎麼搶來住的呢 其實有幾種情況 第一就是軍隊直接精容 舉個例 在加多利山上面的屋 那些是軍隊精容的 簡單地說 搶 那有些是租的 有些是平民 那也有些是什麼呢 就是他走 那些人 丟空了那間屋 那他就走進去住 那那個過程呢 那這個就是空監使的限制 他怎麼搶呢 就真的回答不了 很多情況 有些很清楚的 譬如有個回憶錄 說得很清楚 Luba Estis 說得很清楚 就是他有個軍官 拿了一張紙進來 他精容這間屋 這個很清楚 這個不用爭 但是有些是沒有那麼明確的 那這裡要說另一件事 就是其實在現在 在現存的日軍佔領香港的檔案 很多就是有一件事叫做 家屋登記 就是什麼呢 就是1942年到1943年 其實總督部是要香港 每一個物業的擁有者 畫他的平面圖 向日本總督部登記 而這一堆家屋登記 是很重要的資料 就會說到什麼呢 就是哪個業主 哪個正在用 平面圖是怎樣 多少號 什麼狀態 什麼都有 你說我們有沒有用來做這個計劃 我們暫時還沒做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多了 那裡有幾萬份 暫時不知道怎樣搞 我們做了我們手邊可以做到的事 你會看到很多日本人 其實有不少那些大屋 有個別的大屋 現在還存在 即是日本人霸佔了 現在還存在 我們暫時買個關子 才有些具體的 另外就是軍事活動的問題 即是日本海陸軍在香港的活動 其實經常都說 日本海軍和日本陸軍 未至於世仇 但肯定不合作 他們非常之不合作 不合作到什麼地步 就是在佔領香港之後 其實他們是自己各自派人 去搶香港的設施來用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連卡佛 日本海軍陸戰隊 會駕駛機關槍在門口 阻止陸軍的士兵進去搶 海軍先搶 我的 當然後來逐漸恢復各自的秩序之後 他們就分開用香港不同的設施和軍事設施 但是那個空間使用的效率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是非常之低 我們不要理會啟德 啟德是很小的 到底怎麼畫了什麼地盤呢 其實先看大廊 大廊就是日本陸軍 其實陸軍在香港主要是使用海港設施 是的 它是當香港是一個海港的用 即是海軍也是當香港是一個海港 陸軍也是 陸軍也是當香港是一個海港 它最大的駐軍基地 其實都是由九龍塘到尖沙咀一帶 只有一條直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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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在粉嶺火車站那邊 其實那裡叫什麼村 現在變成了工業區 那裡叫什麼村 是的 是那個位置 其實是那個位置 日軍就霸佔了幾間比較大的屋 變成兵營 另外就是 這些是什麼 這些其實是一些很小的哨所 其他不多 它在新界的駐軍是不多的 它最大就是沿著鐵路線 放了一個大的營營 另外它的永久駐軍已經沒有什麼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不太多 其實它集中大部分的設施 都集中在九龍 其實 我們真的去看九龍 那你說香港島那幾個什麼 那些辦公室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那首先就是啟德 這個是日本陸軍航空隊 其實它有一個名字 其實它的部隊名叫風9322 那是一個部隊 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飛機維修廠 其實很簡單 它佔領了每一個盟軍的機場 之後它會分一個 飛機維修部隊 放在那裡 那麼 風9322的人很第四 老實說 就是什麼 就是很會選擇在哪裡 我們看回日本陸軍航空隊 都是霸佔了整個九龍塘 那些 就是那個 Garden City的大屋來住 後來我們出發 你就知道 其實它霸佔了哪一間大屋來住 有個別 可能還存在 也不一定 對 因為我們照樣築 它說多少號 我們照樣築 其實它沒有變過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基本上沒有怎麼變過 除了一些屋子拆掉 是的 但是它的號沒有變 它的位置沒有變 另外綠色是什麼呢 綠色其實就是 日本陸軍在香港的 第二百兵站病院 其實是一個醫院來的 是一個醫院部隊 那醫院部隊就 霸佔了鄰近的一些 大的水泥建築 首先 它霸佔了 那沙 南拔 馬里諾 拿了三間學校的校舍 和九龍醫院 它四個大的建築群 合起來 就叫做 第二百兵站病院 就剛剛好 在太子道 和窩打路道 那個十字路口 霸佔了 就是那個 兵站病院 所以規模其實非常之大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日軍 將香港變成其中一個 它在亞太地區的醫院設施 它在東南亞有些雙兵 它遠到緬甸的雙兵 都會送來香港 尤其是廣東省 那些華南的雙兵 一定會先送來香港 它除了在這裡有一個醫院群之外 另外在馬里醫院和南區 都有那些療養院 但它沒有什麼用 所以後來英軍回來的時候 看到馬里醫院都很難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所以絕大部分日本陸軍的醫療設施 就集中在綠色那一區 那紅色是什麼呢 紅色其實就是何文田 何文田那一頭 其實就是日本陸軍的駐軍 就是那些部隊 那個叫九龍 香港防衛隊裡面 九龍的戒備部隊 只有幾百人 一個步兵大隊的規模 即是六百到八百人左右 它就分住幾個校舍 有些校舍 它就住在那裡 好像是不是有培政 對,又有有 其中一個是培政舊的校舍 它也是其中一個部隊 那藍色是什麼呢 藍色其實就是日本陸軍 日本陸軍很有趣的 由於日本陸軍和海軍實在合作不到 所以日本陸軍是有自己的海軍的 它叫做陸軍船撲部隊 是的 我真的受不了你們 所以我自己搞了 是怕了你 它有一個叫陸軍船撲部隊 陸軍船撲部隊做什麼呢 就是陸軍的海運負責 陸軍的海運 它其實就霸佔了整個九龍 從紅磡到尖沙咀 去到尖沙咀 其實都是陸軍船撲部隊的地方 首先第一 當然是黃埔船撲 這是陸軍委託給日立的設施 它要找一些技術人員 來繼續造船 所以這是知其一 知其二 而昌會山和九龍公園 即摩羅兵房 威菲露軍營 其實都是陸軍船撲部隊負責的 是的 那陸軍船撲部隊 那陸軍船撲部隊 其實它有一個官方名稱 叫做… 我一時間忘了 第十四陸軍定柏長 其實它的名字很長 它實際上有一個官方的名字 那就有趣了 其實就解釋了 為何附近有幾個地方 會變成日軍的紅燈區 因為陸軍船撲部隊 其實在香港人最多 日本陸軍除了駐軍 打的士兵之外 最多人員的部隊 其實就是船撲部隊 為甚麼呢? 因為後勤部隊 是搬野上船 搬野下船 整個摩羅兵房 其實都給了它拿來裝野 裝野 這一堆就是陸軍的設施 你會說 那鐵路是否也是… 鐵路又不是鐵路 是總督部負責 其實它很亂 鐵路不是陸軍控制 鐵路是總督部搞的 結果搞到有鑊抱 然後你會看到 如果仔細看 你會看到 黑德道那一頭 即是今天 那間叫甚麼? 大商場 叫K11 那一堆 你會看到 突然集中了一堆東西 那這些是甚麼呢? 這些其實是日本陸軍海 即是船撲部隊的宿舍 另外有些是甚麼呢? 有很多日本陸軍 不是陸軍 日本船公司的人 在這裡住 因為其實日本當時 很多私營企業 或者大企業 都是跟國家很有關係 那它其實正在幫日本陸軍做事 所以很多船公司的人 都住在這幾條街 那你會看到 為甚麼上面又沒有了? 突然間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似乎應該是它畫了一個區 給日本人住 它一下子畫了一個區 那些就是華人住 那些就是華人住 那所以 另外上面那條街 山林道的那個位 其實就有很多 那些日本的club 餐廳 等等 我們稍後說 真的 哎呀 原來我有張這麼仔細的 不好意思 我應該拿這張給大家看 Sorry 槍會山 對了 那你要看到這個軍營 去到 基本上整個槍會山都是被 陸軍船舶部隊拿來用 那個部隊叫做曉部隊 曉 曉 分曉的曉 曉部隊 這是他們的名字 曉部隊 另外就是九龍公園 這個是威飛道軍營 這條是海防道 海防道也有日軍的娛樂設施 有他們日軍的娛樂設施 這個位置就是 剛才我說的那些船公司的人住 其實你看回 原來四十年代的時候 是一棟一棟的 一棟一棟 四、五層、四、五層的一個狀態 你記得圓形這塊 大家一定知道是什麼 重慶市場 今天重慶大廈的位置 這是鐵路的位置 這張相片比較特別 這張相片是四四年尾 或者四五年頭拍的 因為這是我們剪出來的 另外那部份 就顯示到紅磡那一邊 海軍 海軍簡單很多 海軍不需要負責香港地面的防務 它只是負責海的巡邏 其實海的巡邏 它也不太理會 也有的 因為始終是第二顯之艦隊的核區 絕大部分的設施 都是圍繞在香港島北岸 甚至你可以這樣看 由金鐘海軍基地開始數起 去到銅鑼灣 去到北角 去到七姊妹那一邊 其實是海軍控制 這一層其實就是海軍控制 所以連城市空間那些人 他的生活會有少許不同 是會有些位置有少許不同 如果你是住在海軍那些 和住在陸軍那些範圍 或者住在總督部那些範圍 其實各自的經歷都會有些不同 所以這件事其實就要說清楚 日居香港是否全部人 都是同樣的經歷 其實是未必的 例如舉個例子 在新界 駐新界日本的人員 其實技術人員居多 那些情況又有些不同 海軍很簡單 海軍基地 這裡銅鑼灣到北角的位置 其實是很有趣的 就是日本海軍嘗試在那裡建一些工廠 例如競技船奧 有一個很小的船奧 做甚麼呢? 這一層其實是做 其實現在在我們圖書館附近 怎麼說 現在你看到天后的頭 那一層是用來做甚麼呢? 他們嘗試做一些叫做融黑 融黑是甚麼呢? 就是融… 融…怎麼說 融… 對了,Junk 我想寫一個融字出來 我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給你看 融是那個… 融馬那個融 其實它的譯名就是Junk 即是中式帆船 那日本為甚麼要做這些機帆船 它裝了一個引擎 將中式帆船裝了一個引擎 做這些中式機帆船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大船沉了 因為美國人炸了大船 所以它要用小船來混水摸魚 混海岸貨運 主要靠這些小船 香港是其中一個 做這些融黑最重要的地方 有幾個大的生產基地 第一就是這個避風塘 銅鑼灣避風塘這個位置 第二其實是九龍灣 第二就是九龍灣 第三還有甚麼呢? 就是大角咀 第四就是土瓜灣 有好幾個這些生產基地 另外就是甚麼呢? 太古 太古就是做船廠 後來我們還可以說下去的 就是經濟方面的問題 即剛才說完軍事上的配備之後 經濟上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察 即是暫時 就是甚麼呢? 當時日本人 本來有一個計劃 他每一次進行一個佔領的時候 其實他們自己都不太滿意的 其實一開始就是 有一大批人湧進去做生意 說是日本人 有一堆日本商行 是會跟著日軍的腳步 進去他們佔領的地方做生意 所以最初的時候 他們就說佔領了香港之後 不要給那麼多日本人做生意 就不行了 但是沒有發生到 為甚麼呢? 因為海軍、陸軍和總督部 各自找了朋友來開公司 那你也猜到發生甚麼事了 結果就有大量的日本 台灣的中小企業湧進去香港 那是甚麼呢? 那是甚麼呢? 餘龍相對有一些規劃 為甚麼呢? 因為總督部將它統制了 將它委託給一間 叫做台灣託籍珠色會社的公司 台託是甚麼呢? 台託是日本 台灣總督部的一個國賊企業 即是國有 其實是國家的公司 所以其實是台託的人 發展香港的漁龍林業 其實有幾個大項目 例如石江機場那個位置 其實它拿來做一個大農場 所以你們如果上網看 49年的航空照 你看到那個機場位 是一格格間了正方形 很漂亮的 就是因為其實是日本人 他計劃了來做 本來是一個軍用機場 即是一個臨時的軍用機場 英軍有一些木結構的建築物 它全部拆掉 然後變成一個農地 另外上面還有幾個農場 上水等等 然後這些是甚麼呢? 這些是辦公室 統制機構 譬如販賣場 諸如此類的 漁業林業是甚麼呢? 還有就是木場 薄芙林 另外還有少許漁業 另外其實在長洲也有 礦業有幾樣 當然第一是蓮馬坑 蓮馬坑有銅 然後還有青山烏礦 當時其實烏是其中一種 用來做子彈的物料 其中一種 另外就是馬鞍山 還有就是針山 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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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鞍山是一些技師 戰後游 不知為何再做多次 之類的 另外這個 其實是遊堂附近 這是甚麼呢? 這是高嶺土 Clay 高嶺土 在港島的 很自然是甚麼? 辦公室 那間公司叫做太平洋 香港礦業 其實是其中一間日本的礦業公司 他將它引進來 簡直是邀請他們來香港做 那工業 其實有很多 日本其實搶了不少 就是甚麼呢? 他將深水埗的輕工業 有部分改了給他們 幫他們做飛機 維修飛機人擎 那些機械工業 拿出來使用這件事 土瓜環有各種工業 土瓜環有好幾間工廠 比如那些 他們後來做皮革的工具 另外有鐵工廠 有布工廠 他們全部嘗試把它接管 然後生產他們想生產的工具 有多成功呢? 不是每個人都很成功 但是據我看到的 那些英軍服務團也好 盟軍也好 的情報 或者他們自己的宣傳 有部分的機械廠 比如協同和那些 就是拿來生產一些小的引擎 裝在機械船上 有一定程度的成功 當然不是很大規模 最成功的當然就是 接管了黃埔 太古和大角咀 那一堆 就是大同船奧 那一堆 這一堆工業的 這邊這些 好像是辦公室 又很有趣的 日本有很多大的企業 都成立了辦公室 但是又不太覺得它做了什麼 經常出現一個 有地址 但是沒有廠的情況 這個就不太知道 物流相關當然有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海運公司 東亞海運 那幾間 紅武社那幾間 當時日本大的海運公司 都會在香港成立一些分公司 例如NYK 那些日本遊船諸式會社 全部在中環都會有辦公室 那些辦公室 隔壁就是總督部 你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 當然了 隨著海運斷了 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做 所以到戰爭後期 其實他們都是做些 那些叫什麼 又是融合運輸 但是最奇妙是這一張 其實 將來你們用這個系統 可以近距離每一間 開來看看是哪些公司 最奇妙是這個 就是很多小公司 那些小公司 看著那本電話簿 我直接拋頭 濕聲到有些什麼 軍刀店 時計店 化妝品店 什麼都有 我心想 我不知道 我的理解就是 他們正在打仗 你們沒空 和紙店 真是氣死人 和紙店 你們有時間 處理這些事情 那些要運過來 怎麼做 有一大堆這些店 又是 很多這些店 都是圍繞著 除了中區那些 很多都是商行 但很多這些小店 其實是圍繞著 日軍的生活圈來做 其實它建立了幾個 自己屬於自己部隊的 生活範圍 然後把華人趕走了 或者把華人壓在一邊 有很多這個狀況 所以很多華人 其實是被迫屈在幾個位置住 譬如灣仔那些 其實它屈在裡面 外邊有幾條街 其實是被日本人霸了來住 還有很多這些 餐飲娛樂 除了衛安所那些 是被官兵用之外 另外還有一大堆 那些叫四頁設施 就是藝妓、餐廳、酒店 還有那些娛樂設施 有很多這些娛樂設施 你可以看到它會集中在哪些地方 就是集中在軍營旁邊 譬如山林道 這一堆 半島異上的那條街 那一頭 中間那一頭 然後另外就是灣仔 灣仔 落黑道 那一堆海旁那幾條街 都會是這些設施 比較集中的地方 那 這一堆東西 就很明顯是 用來服務於那幫軍人 對,那幫軍人 很有趣的就是 你會看到山林道 它這頭會有幾間日式餐廳 以及軍官俱樂部 旁邊會有一間化妝舖 你也知道就是 一條龍的服務 去到地下抵抗 那地下抵抗 我老實說 地下抵抗的內容 我在這裡說多一個半小時都可以 不過我今天其實是想給一個 怎樣說呢 一個總體的概念給大家 我們有機會可以再分享一些仔細的內容 各方在香港的地下抵抗的性質很不同 工作也很不同 亦都反映了一個空間分佈 即是他們活躍的空間很不同 譬如你會在市區 他會在郊區 他會在哪裡哪裡 諸如此類 亦都跟他們 戰前在香港的 盤根挫折的關係 中共就在新界 主要是在新界的東面 主要是在新界的東面 建立了一些根據地 開始在那裡活動 然後英軍服務團 其實他們的人員 主要是在市區 中統的人員 都主要是在市區 所以這些不同的地段 有不同的功能 你這樣看 但是最主要阻止日軍使用香港 其實是空襲 我說不好聽就是炸了它 你不讓它用 最好的辦法就是炸了它 那些空襲是很慘的 一方面是頗為成功的 如果我們看那些航空照 你會看到幾條街 幾條街地炸了它 但是另一方面 就造成大量傷亡 地面有大量傷亡 這就是當時的技術 很難避免的 或者這樣說 還有另一方面 我們平時可能會少點看 但是你看空襲時 會比較容易看的是什麼 另一個鎖住香港的 軍事功能的行動 是暴雷的 將一些水雷 丟到香港的水道上 所以某程度上 就鎖住香港的水道 讓日軍用不了香港 我們可以慢慢看 首先 英軍服務團 你會看到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有很多是什麼 就是日軍捉了 那些英軍服務團的人員 他住的地方 他的地址 有些是戰後審判說的 審判日軍戰犯 嚴依者的時候說的 就是那個證人 說他犧牲了的 那個英軍服務團的人員 住哪裡 這些是他們的地址 那你會看到 都是大的地區 有很多是華人住的地區 有少部分是在港島 有些是他們工作的地點 那你會看到 還有一件事就是澳門 澳門那裡有幾個這些地點 比如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英國駐澳門的那位領事 其實他做了不少情報相關的工作 那你會看到新界這邊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是他們叫Y Station 和X Station 和Operation Frigate 這幾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英軍服務團 當他和港九大隊合作的時候 在西貢建立的一些交通站 就是當他英軍服務團的人員 在42到43年 差不多到43年 九月左右 其實他們是合作關係的 那他們合作的時候 其實英軍服務團是在 在港九大隊控制範圍裡面 建立了一些他們的交通站 讓他們的人員和情報 可以從東面回到內地 另外其實就是有西路 西路就是坐船到澳門 但是後來東路斷了 主要是依靠西路 因為其實他們沒有無線電 你們平時看間諜片 不是很流行嗎 所以他們躲在房間裡按摩 其實這樣很容易被人發現 是非常容易被人發現 是很容易找到你的 所以很多時候是靠人力的 很多時候是靠人力的 所以就 手去而已 近一點看 你會看到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跟日軍的設施很近 其實很多這些人 基本上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的 很多人在他眼皮底下做的 捉他的時候 只是在他旁邊街 只是在他旁邊街 難聽說 就是把他在街上看到的事 告訴他 很多這樣的情況 講究大隊 你會看到很多點 首先要搞清楚一點 就是我們還沒有把他們的性質分開 全部都是紅色一點 裡面有些什麼呢 有些是巨點 有些是他度過的村 即是他的活動過的村 他活動的村 不一定是他長期的據點 他可能在那裡有活動 我們就點了一點 大概你在這裡會看到什麼 其實是活動範圍 我這裡想表達的是 大致的活動範圍 你會看到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西面是比較少的 西面是不多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新界的人口的密度 當時的人很多住的地方 其實西面很多感田 你看到藍色這些是田 是 比較固定一點的 大一點的聚落 其實他們是沒有辦法有太多的活動 反過來他們有活動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些山嶺 日軍比較難度的地方 或者人口密度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所以是適合打遊擊 適合做一個遊擊隊的根據地 所以這個也很容易理解 另外他有市區的一些活動 市區中隊 另外還有大嶼山中隊 也有一定的活動空間 但是他又跟日軍主要的活動範圍 可能大澳也不是重疊的 其實也不是重疊 另外就是大鵬半島 大鵬灣 向著香港的海岸 在四三、四四、四五年 就是東江中隊主要活動的範圍之一 另外就是 其實後來你會知道 日軍在不同的地區都有報防 但是我們沒有把這個 就是這裡 沒有把它攤出來看 國民政府 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在那本國民政府捉到的 中統特工的紀錄裏面 標出來的地址是這樣的 而且絕大部份人都是在市區 個別有一、兩個人在新界 我沒有退出來給你看 免得亂 絕大部份你也看到都是 尤尖旺 尤尖旺和中區 可能就是他們之前的 黨務工作的一些據點 可能他本身在那裡有間舖 那是他的黨員 或者是中統某位人員住的地方 所以看到那個分布 到時會怎樣呢 就是你按下去就知道是哪一個人 例如可能是邱青兒 例如可能是哪一個特工 他其實就住在那裡 當然了 有一件事要說清楚 他住在那裡不代表他只在那裡活動 那些人是動的 他走來走去的 所以這是他的大概的範圍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他的絕對活動範圍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每天去哪裡 這個不可能做到 最後 空閘那裡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其實炸來炸去都是那幾個地方 其實我們的數字都很清楚 淺色就越多 密度越高 原來最多是甚麼呢 就是最多是捕雷 最多是在香港的水道捕水雷 首先最多是捕水雷 然後攻擊船隻 對 譬如往船洲外海 譬如維多利亞港兩邊 攻擊船隻 然後當然就是洪磡 洪磡 洪磡 反而他飛去掃射 掃射了幾架戰鬥機 完 就是這樣 大規模的空閘 其實只有三個地方 太古皇部 金鐘灣仔 沒有了 我便想用這張照片 對不起 我便想用這張照片 看看到底實際破壞 這張照片大概是1944年尾 1945年頭拍的 美軍拍的 這張照片很有趣 首先大家會留意到甚麼 你會留意到一個紅色格 手畫 所以看著這條線 老實說我覺得有點恐怖 你想想 下面幾千人命 生命財產 其實在計劃者眼中 就是那個格 而他畫的那一刻 你又覺得他畫得很隨性 對嗎 老實說很恐怖 你這樣看就 你想一下 但是他又不是沒有道理 他這樣畫 很明顯他在畫甚麼 就是他想畫一條船奧出來 對 你看他看到 他真的沿著船奧的邊緣來畫 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炸彈沒有眼 現在有 今天炸彈大致上都長了眼 當時真的沒有 所以炸彈 你會看到是甚麼 目標是紅格 當然 空襲何時發生 對不起 1944年10月16日的空襲 1944年10月16日的空襲 原因很簡單 就是為了阻止日本陸軍 利用黃布做補給點 去幫菲律賓的日軍 所以在美軍進攻菲律賓之前 所有華南的主要港口 香港也好 余林也好 台灣的各個港口也好 廈門等 全部都空襲了 對 盟軍炸彈 香港其中比較密集的空襲 原因是因為黃布選好 他們知道黃布是日本陸軍用的 所以沒有炸太鼓的 那一刻不炸太鼓 因為海軍 連美軍也知道 其實可以了 炸彈後不讓他用 的確是 如果真的看船奧本身 乾奧是沒有爛 就這樣看 很粗淺的看 我們可能要看得更仔細 但附近的建築物是燒了 有一部分建築物燒了 爛了 譬如這幾棟 你看到有些彈痕 這裡也有些 好像是彈痕的 但最慘烈的 當然 當然這裡有一隻正在建的貨輪 是燒了 你看到已經燒了 這隻 這些是甚麼呢 這些是當時幫英國人建的 黃布幫英國人建的 帝國輪 Empireship 這些是大約六千到八千噸 左右的貨輪 你看到就炸了 附近的棚都炸了 所以這部分的空襲 應該是成功的 但你看到後面的屋 那幾條街 非常慘烈 那幾條街是非常慘烈的 尤其你看到就是 我們經常說的 洪暗的街坊小學 廟 義學 那些地方 今時今日我們就知道 廟是沒有事的 後面那棟義學是炸了的 我們沒有一張再小的圖 我應該拿一張再小的圖 可惜我今天沒有拿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它實質上造成的地面破壞 其實是非常之多 非常之多 那幾條街附近炸了 那也沒有辦法了 對,也沒有辦法了 那我們下次有機會 我待會可以再開一張 真的再放近一點的照片 出來看 就是 義學倒了 秒無事 它真的黏著 真的黏著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旁邊那幾條街倒了 所以 有時候就是 這些照片 就印證了 當時的人的記憶 和一些說法 我覺得是比較有趣的位置 其實我差不多了 因為我想多留一點時間 就是Q&A 因為我知道5點鐘要結束 結論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 其實你不可以這樣靠 那幾個華民協議會 或者代表會的人 去控制那一百幾十萬人 這件事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 實際上 運作就是 它是要靠 當然是暴力 首先 獻兵 和一系列的措施 去把人口鎖死在香港不同的區域 基本上它不讓你到處去 然後 但是 雖然它是相對成功 用相對低的成本去控制了人口 但是它作為一個 它支援它戰爭的一個地方 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呢 又不是 我們看到很多什麼 就是空間使用 就是你又霸一塊 他又霸一塊 是的 譬如 幾個船奧 你又管一個 他又管一個 一人管一邊 這邊炸了 那邊又不讓他用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另外就是什麼 就是 它很靠私人企業 湧入來的 那些私人企業 在香港什麼都有 譬如 就是 漁農、抗業 所有這些事情 它軍隊是沒有能力自己搞 就要判了 那它判給私人企業 那個效率是不一的 不是全部都很高的效率 譬如有些 台拓那些 來搞幾年 然後 走了 當然 你說 你這樣說不太公平 它沒有時間搞 戰爭狀態 也是的 也是的 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 而且你會看到 地下抵抗 其實各自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對 各自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你很難說 誰都做了 或者怎樣的 你會看到 各有各做 但是加起來的結果 就是令到盟軍很有效 空襲香港不同的地方 那些空襲其實在戰略上 是有價值的 譬如舉個例子 炸了香港的海運設施 這些是有價值的 不過 在過程中 我們真的看 就會有很多地面的傷亡 這個很難避免 另外還有一些照片 就是彎仔 又是炸得爛了 因為他想炸海軍船奧 所以又是炸得爛了 所以 的確是打擊了 但是 效果 怎麼說 也有其他的附帶傷亡 最後就是 你會看到很多數據 今天我還說 很悶的 很多數據 但是另外那些人物 譬如那些人的回憶 他記得那些東西 譬如那些照片 當時的情況 描述 我們之後 就會慢慢加進去 互動地圖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出 明年八月 你當作一個階段性的報告 尤其是在資料上的介紹 那你說我們後來怎樣 後來其實 我們就不花時間說了 對,我們就不花時間說了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會有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以後 不止這樣 會漂亮很多 會漂亮很多 你就會看到很多那些點 那你按下去 就會有很多那些不同的內容 另外我們其實還有一個 做做一下 我們有空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小的互動地圖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當時一個 近代中國 一個挺有影響力的文人 他很短命 但是挺有影響力的 是蕭雄 我們將他在香港 40到42年度過的地方 他們 有個機構給了我們 蕭雄在香港的文學導賞計劃 他們很好 就給了那些資料我們 我們就把它放進GIS那裡 這個就是公開的 這個出了街的 你可以真的就這樣可以看到 蕭雄在香港 1940到1942 你如果這樣進去 電話都可以開來看 3D的 你可以在那裡轉它 可以在那裡抹它 也可以 這個可以的 這個是有一點點像 就是我們拿來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這個系統 可以應付到多少 這個就是另外 另一個計劃 就是我們跟理工大學合作的 這個很有趣 就是什麼呢 有一點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日軍在香港 就掘了很多山洞 對 大家一定知道 行郊野公園 就掘了很多洞 古靈精怪 那些洞 就通山也是 我們今天就知道 大概是用來做什麼 但是有個問題 不知道它在哪裡 太多了 不知道哪些有 哪些沒有 Poli他們就有一個方法 簡單的說 就是這個LIDAR的數據 就是那個 怎樣說 掃描了地表之後 它減了樹 減了水泥建築物 這個香港政府做的 其實2020年做完 做完之後 理工大學的地球資源 是阿賴教授 他就把賴偉諾教授 他就把 他調了顏色 他有一個方法 調了顏色之後 其實就像打了顯影劑一樣 你明白嗎 就令你很容易看到那些洞 山上的洞 但是當然 當你覺得那個洞 是洞的時候 就有下一步 最艱辛的一步 就是什麼 大家都猜到了 是你剷上去看 是你剷上去看 是不是洞 是準的 至今也有料到的 就是上去看到 嘩 嘩 所以 會有這些 進去 看到是洞 就掃描它 把那個隧道系統 掃描出來 這個非常有趣 他掃描 那個隧道出來 給他們看 陸陸陸續續會做 我們選了幾個試點去做 這個是其中一個點 我們會看到 效果 這些 講開又講 就是這些洞 到了四四五年 日本人知道自己會輸 他們非常擔心 實際上沒有發生 就是盟軍登陸香港 那個情況 他就想 最後真的這樣發生 怎麼辦 因為那些防禦工事 都知道 在太平洋戰爭 非常清楚 就是日軍面對 強大的美國海空的炮火 火力 就是對面的火力 完全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 轉入地底 就好像越戰那些 轉入地底 所以這些是有手挖 有機挖 這個其實也不小 這個可以配合大炮 在裏面 就是那些步兵炮 這樣 好了 我今天講到差不多了 謝謝邝博士